这个大嘴老师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啊 是国家养了你还是你的父母养了你 我跟你说啊 能问出这话来的绝对是个畜生 你说畜生的时候你别指我呀 是不是 我不是说你啊 举两个例子啊 如果说是你是江西去年火的那个周杰周公子 就是一家子的烟草那周公子 不但你是他国家养的 而且你的父母 你的家人 你的亲朋好友三亲六股 全是国家养的 如果你是一个小镇做题家出身 你的父母是面朝黄土被朝天的老农民 或者是在地里搬砖的打工的那些老百姓 这时候如果你觉得你还是国家养了你 而不是你父母那一个汉柱子拜拜伴的呀 如果这时候你还觉得是国家养了你 不是你的父母养了你 你妈对您说畜生的时候别指着我啊 好吧 再见